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今天由胡宏俊和大家报告一下天气 今朝望出的天 见到天上也有比较多 不过云间也有些纳粹 预计日间短暂时间会见一些阳光 卫生云头可以见到 有道广阔云大现在覆盖着环林地区 不过云就不算很厚 日间有些时间云层会稍微薄一点 来我们见一些阳光 气温方面 今早六岛最低气温是二十二岛 和昨天相差不远 预测今天天气会是大智多云 日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 最高气温会上回二十五度 方方面会吹和缓东风 风势间中清净 至于未来几天天气怎样 一起看预报图吧 预计在未来两天 周末期间我们吹着偏东风 留意一下南海南部是一个热带低气压 预计它是会横过南海南部 另一方面 在星期日开始可以见到有些气流由北边下来 其实是一股强烈的东北怪洋风 在星期一的早上早时间 就会抵达华南地区 由于空气都是由高气压流去低气压的地方 而在我们的北边 现在的空气是比较凉一些的 因此去到星期一的时间 这些比较凉的空气就会落到你 令到我们的天气显着转凉 我们预计周末期间 天色都是大致多汶为主 气温和现在相差不远 都是22至25度之间 不过到了星期一的早上 天气就会显着转凉 气温会显着下降 下个星期中期 就有股东不怪洋风的补充再次到达 所以下个星期来说 整个星期都是比较凉的天气 冬天就到了 大家都要准备一下 一些适合冬天穿的衣服 今天明天讲到这里 多谢各位收看 拜拜